年輕人都未試過玩遊戲 但這個遊戲有少少不同 但這個遊戲 可以很開心 可以很驚喜 但這個遊戲令我想起喜劇之王 你們有看《喜劇之王》 周星馳 新的還是舊的那一套 那個叫新喜劇之王 喜劇之王不同 《喜劇之王》其中有一個橋段 在開頭沒多久 周星馳在導一班林妓演戲 突然被副導演說你搞什麼事 他們就找演員 周星馳說我就是演員 他說你演了 你演一演一段戲給我看 好 你現在是老婆生小孩 然後表情突然間 到某個街市已經沒有反應 對 他的過程就是不斷反覆 很開心的事情發生 很極端的事情發生 又開心回來了 又開心回來了 周星馳說不是的 我演不下去了 因為人在這麼大的打擊後 他們就已經進入了休克狀態 有些很突發的事情 其實你預期不到什麼時候開心 亦可能有些很驚喜的事情 就不知道隨時會發生 所以我們這個遊戲 就是拿了這兩個最極端的命脈出來 是 有一套卡仔 很黑暗 有一套很細小的卡仔 一邊紅色的就是寫著大吉 另外一排灰色的就是寫著大吉麗士 都是大吉 都是大吉麗士的大吉 我們要講講哪個親自提過的事情 那些很惡毒的 不是沒有惡毒的 沒有惡毒的 基於這個內容 本身的內容 有好又不好 有好又不好 很明顯紅色這一批就好 有五個選項 黑色灰色這裡也有五個選項 我們這個內容就是 有問過蔡先生的意見 就挑選了一些可能生命之中 有些是你特別說紅色這裡 就是覺得人生可以獲得這個內容 應該是非常開心的 而另外這一半就是有些悲劇的成分 很多時候都會說 究竟意外和明天哪些東西早到一點 沒有人知道 很尷尬 別說這個 所以有這些事情的時候 平平安的時候 我們試試想想 如果有這些情況發生了 我們其實有沒有想過 我們有一個短暫的抽牌時間出現 怎樣玩呢 我們必須要兩邊各自抽一張 Alex抽兩張 我抽兩張 一張好一張不好 對 一張好一張不好 我們選擇的次序就是 你同時抽一支 我應該要再狠一點 怎樣啊 撈亂它 好像我們抽這個命運 我不會 玩大富翁 太多了 但我們就知道一定有喜事 可能有些不開心的視覺 讓它撈起來 我們很平衡 很和諧 但我們開牌的時候 可能我們就要選擇 你個人選擇 你想知道開心的事情 還是難以預料的事情 二選一的 我們先抽 Alex 我來吧 你選擇 你想抽哪一支 紅色還是灰色 先抽利是 大吉利是 不要開著 我看到Alex的神秘手手 然後呢 另外這個大吉的 你又抽一張 不要開著 不要開著 好 你先啊 我自己抽先 好 這個大吉利是 幫你拿著 好 選了一張 我也不知道什麼內容 雖然我知道全部內容 但不知道自己抽到什麼 好 好 這張 又是最便便 好 最後三張 你任抽了 可以 OK 好 對了 在這個 鮮虎後甜甜 鮮虎 鮮甜後虎 鮮 鮮甜後虎 對 通常人家說吃飯 都會問他 你喜歡鮮虎後甜 還是鮮甜後虎 就是我吃完菜 先吃飯 還是吃完飯 然後慢慢吃菜 有這個情況 就是牛腩麵 你喜歡吃完麵才吃牛腩嗎 對 還是反過來 那大家是怎樣 我 我想我們一致 一致一致 先打開了什麼 大家來前 你會不會不同 我想打開了吉 真的嗎 那我先打開 好 不如一個一個打開 因為我們要 好 我們要同步 但逐個說 沒問題 好 但搬不到他的表情 對 所以我們還是要專注 你先打開 看著你 好 穿開了大吉麗絲 嘩 讓觀眾看看 你會向前 大吉麗絲是什麼 就是孤獨一生 這是一個遊戲 假設 如果有一件很壞的事發生 在你身上 就是這樣 有什麼事 好事 我想待會再開 等你們開 Alex開 很害怕 大吉麗絲 最愛的人幻想 失禦症 噢 失禦症 對 即是說不到話 失禦症 對 那我開了 我本身是想先開大吉 嗯 現在後悔了 看到我們這麼 我先開大吉麗絲 我先開大吉麗絲 跟大家一起看 向外面一起看 是 嘩 哈哈 窮一世 嘩 這個很 對 很惡毒 我的人切就是很懂得儲錢 因為我窮一世 不要緊 好 好 阿Jack來了 我先嗎 不不不我們不如這樣說 我們開了這個 收到這個命運的安排 因為有時候命運 可能是塔羅牌的玩牌 它只能跟你預知 大概有個警方 你自己去避開 對 你可以避開為了一點 但是我們抽了這個牌之後 我們現在提前知道 你那個最頭牌 這個假設的命運出現了 嗯嗯嗯 那會有什麼反應呢 如果是 嘩 窮 因為呢 如果這件事 我現在這麼積極理財 但是就跟我說 嗯 沒用的你 我們是否可以抽大吉 看看 對沖一下 對沖一下 我想大家現在這樣 是啊 我覺得窮一世 對我來說 可能我就要調節一下 嗯 好看窮的定義是什麼 你要自己定到一個定義 那如果那個窮的定義 只是 賺完就吃光 賺完就吃光 其實都 都可以的 我叫剛剛好 剛剛好 剛剛好 你配上這個抵音 很親 我們這個命運就是這樣 很神奇的 那如果是你自己窮 但是你的另一半有錢 那見不見窮一世 可能你所有積蓄都丟給他 你這個轉念都很適合 每次稍後 我出薪了 等一下 不要搏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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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回遊戲規矩 你就是窮得小 即是你老公 扔了錢給你 你都馬上消失 那戶口永遠都是零的 入機線都是零的 嗯 都 現在就這樣聽 都會有點難過 因為你會覺得可能 我想到一些去旅遊 或者可能你說 身體突然不好 你很多都是要看錢 去怎樣花 但是如果你說 哎 個人沒有病沒有痛 正正常常 那其實相對窮少少 即沒有那麼多物慾 來講 都應該OK的 都尚算 去不到日本 就去深圳 都可能 那我寧願不去 都可以不去 留在香港 都可以很開心 只要香港 未錄層 或者可能香港之後 更大 有那個 什麼 不要亂說的 那個前衛的地方 所以窮一生來講 都要接受 這個安排 所以都OK 阿力士先 最愛的人玩失穴症 失穴症是說不到話 應該就是 不是失智症 但可以寫字 對 其實沒什麼大影響 但你不能跟你的另一半 真正說話 你知道 我反而擔心她的生活 哦 因為你怕 他照顧自己 我覺得如果真的發生這件事 那我就做她的嘴 做她的嘴 嘩 為什麼另一半 讓你轉移了一下 啊 一直轉移 哦 出語情 是 那我這個相對 還沒說完 雖然是很慘 但是 就是 都可以有解決的方法 嗯 嗯 是 失語症 這裡有寫 它是一種語言和語言障害 綜合而成的症狀 受損而引發的 是的 可能大約一萬個人 一百萬個人當中 就會有一個失語症 所以其實都 難中的六合彩 都難中 但是它可能有時候 病因會和中風所引起 嗯 即它突然間 拿不到 家裡有沒有 我家裡試過有人中風 它是會變成 不知道是什麼影響 但是它中風完之後 它想說話的時候就會 嘔嘔嘔 因為那個腦始終 是的 是的 可能剛才我們幻想的失語症 可能就是 只是說不到 但可能它要表達上 它會不會打字 那些都有機會有困難 因為有時候 你看著它 你看著它的眼神 它好像想說話給你聽 但問題是 它不能立刻表達到 你問它是你冷啊 還是暖啊 還是什麼 它都只看著你 要多久 但如果它是不懂得說話 就會表達不到 譬如它可否用眼神 我想這樣可以嗎 你要解讀它的眼神 可能它都會斬眼對著你 或者眼淚看左邊還是右邊 就算反過來 像聰明那些 反過來 可能它當下 它未必是 想你問它問題 而一所多 我覺得不是這種 它想跟你表達一些東西 其實我現在想 不如你抱一下我 它不能直接跟你說這句話 這句話 Alex會做的 這些 永遠抱著它 還黏著它 還在不放手 今天Alex很神奇 好 你是什麼 孤獨一生 我想問這個孤獨 是純粹沒有另一半那種孤獨 因為你是家人又沒有 朋友又沒有 另一半又沒有 這個出發點應該就是 沒有你最另一半那種 沒有另一半那種 這個很閒 對 因為你通常說 可能我們會有另一半 跟自己 白頭到老 對 白頭到老 因為身邊的朋友 他會有自己的家庭 你父母 可能也有機會 道理上 就是先過自己的時候 可能伴侶 應該就是 跟自己的時間 就 到老了 可能有小孩 小孩也有自己的空間 那 就只有你自己一個 這個 對於Jack來說 有點幻想不到 因為我們總了故事 感覺到Jack身邊都是圍繞著很多 家人 朋友 對 你不拿出來說的時候 就不覺得 一拿出來的時候 就 我覺得我們三個之中 這個是最寫實的 不是 我和阿薇也是很寫實 我覺得現實之中 真的有人在面對 對 所以 我又不覺得很大事 其實 如果你說連家人都沒有了 但是現在說的是孤獨一生 由始至終 你也可能沒有伴侶 而 沒有辦法 不是說他突然離開你 對 沒有機會 體驗到那種狀態 那就比較可憐 那也沒有辦法 整滴 有幾件事情 可能因為比較 最重要的是 你擁有過突然失去 你就知道很重要 但另一種比較 就是看到別人有 就像我們之前說 我們寄人離開的時候 對 看到別人是這樣的 你是沒有嘗試過 那種感覺 但你就會覺得 為何我沒有 這百更多精彩節目 等待大家 出本重溫 聲音客載服務 年費一千元 請即訂購支持